可以唸嗎? 可以唸 唸到哪裡? 韌帶唸完沒? 半從韌帶開始 韌帶 韌帶連結複合肉點 是關節的穩定磚刺 我們應該盡量避免伸展韌帶肉點 因為這可能造成關節就齒變得不穩定 導致關節脆化即容易受傷 舉點 肌腱 肌肉借由肌腱和骨骼相連接 而肌腱由致蜜的結蜜蜘蛛所構成 這是據點 肌腱非常強健 但又非常柔韌 據點 肌腱也是影響關節穩定的因素之一 對關節柔軟度的影響力不到10% 因此不該是拉筋伸展運動的主要目標 據點 肌肉 肌肉由數千個稱為肌纖維 肌纖維的微小圓柱狀細胞所構成 據點 這些肌纖維平行分布度點 有些可長達30公分距離 每條肌纖維裡有無數個成細絲狀的影響肌原纖維 肌原纖維 肌原纖維讓肌肉能夠收縮 更好放鬆及延展具 每個肌原纖維又由數百萬個稱為 銀號肌小結銀號的肌數所構成 對點 而肌小結又由眾多粗細肌絲交疊組成 對點 每個粗肌絲和細肌絲的主要構成 肌是收縮性蛋白 然後是一條橫線 然後是銀號肌動蛋白 銀號語 銀號肌寧蛋白 銀號據點 由於肌肉和肌膜 含有較上述其他數量 構造數量更多的彈性組織 因此肌肉和肌膜 應該是柔軟度訓練的重點 像一個是像剛剛肌肉解剖學的一個大標題 就是第一章的第三個第二標題 拉筋操 拉筋操 鈍號 還不是鈍號 拉筋操 訓練柔軟度的最佳方法 我們已經大致了解柔軟度 現在再來看看拉筋伸展的作用 據點 拉筋伸展 可以讓特定身體部位的肌肉及其相關的軟組織 屬於延展的狀態下 我們接受這類歸綠性的身體伸展訓練後 體內會發生一些改變 肌肉是發生改變的主要部位 其他會隨著拉筋操的伸展動作 而產生變化的組織 特定 還包括熱帶 鈍號肌腱 鈍號肌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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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發痕組織 據點 延展肌肉 因而擴大活動範圍的過程 特定是由肌肉裡的肌小節開始發生 當身體的某個部位進入延展肌肉的姿勢時 特定 粗肌絲和細肌絲之間的重疊部分會減少 一旦達到這個狀態 讓所有肌小節都徹底延展時 肌纖維就能達到放鬆時的長度極限 在這種情況下 進一步的拉筋操 將有助於延展結體組織及肌膜 據點 高師平克 瓜胡 肌 疾 疾 疾 瓜胡 分別於1968年及1971年 聯合威廉斯 瓜胡 提出這樣的結論 冒號 固定做伸展運動一段時間後 肌小節的創綿會增加 肌圓纖維末端會附現新的肌小節 肌肉的長度和活動範圍 也因此增加據點引號 這就是第一章 我們把它換下一個 第二章換下一個那個 我們要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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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請問一下